自然暗和道苗 念念理念 念阿弥陀佛 理念 阿弥陀佛以外的一切妄想杂念 统统放下了 没有了 念念都是阿弥陀佛 就对了 还先老活生 念了九十二年 给我们做出榜样 像他那样念佛就对了 他给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 在光地 在永世纪里头 你细心观察 你会发现 他什么时候 功夫这篇 什么时候的思业险 什么时候的离业险 你统统可以看出来 这就是暗和道苗 那尤其念念力念 后的这个念子一定要懂得 那个念是什么 是妄想 是砸念 是分别 是支柱 统统 提掉了 太妙了 你准处于准备心 能证得诸法设想 就是大彻大悟 民心献献 什么法门最容易成就 迟眠 第一 迟周 第二 为什么 他直接了当 把齐心动念分别执着 放下了 他得清净心 得平等心 最后大致大悟 清净平等 觉 觉就是大致大悟 念佛 可以有如实功德 念周围是一样 念念 安和 是相 是相 就是自信 就是真如 就是本心 真的不是假的 为什么 真心 真如 自信 里头 没有 其心动念 为什么 其心动念 是阿赖 一有 一有这个东西 一阵法界就不见了 迷失了 一阵法界 落在哪里 落在十法界 落在六道轮回 是严重的 落在十法界 是轻的 落在轮回 是严重的 那是一念不久 那么由此可知 这一句佛号就是久 佛号不间断 念念久 念念久而不迷 你说 妙不妙 阿弥陀佛是久 照字面上 完全翻文中国话 阿反作无 弥陀反作量 佛反作久 无量久 念念是无量久 你怎么会迷 一念不久 就迷了 我们迷的时间久 不怕 迷的时间再久 也没有关系 为什么 它不是真的 它是假的 只要一念久 就回头了 那一般人 念佛 一念久 一天到晚 拿着念柱子念 念念久 它为什么会不聊头来 烦恼吸气太重了 对这个事件 情之放不下 学佛修道的呢 对这个事件 法治放不下 两种执着 必须情之 法治都放下 就回头了 就回头了 阿 你 涮好 你 你 佛